我們實驗室從2003年 由我們機械器購買一個油壓的平台 當時是以建立一個直升機飛行模擬器作為一個目標 我們主要是要以這個機電整合的技術當作我們發展的目的 這裡面我們就去發展了電腦影像的建置 然後結合這個油壓動感平台的控制 再加上直升機飛行物理的模型 把它整合在一起就建立了我們第一個直升機飛行駕駛模擬器 這個成果我們在2005年的時候有公開的發表 也去參加了比賽 從這之後我們就在這個基礎上面 我們就希望以嵌入式控制器當作我們的技術核心來發展平台的控制 因為我們希望把傳統的利用工業電腦加上類比電路的控制 改成用嵌入式控制器加上新一代的數位電路 來做一個輕薄短小低耗能高效率的控制技術的開發 以這個技術為核心我們也發展出一個小小的平台控制器 能夠達到取代以往的笨重的電腦還有類比電路的一個結果 這中間很多同學的投入也申請了專利 在基電整合的部分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就是自主開發的 虛擬實境時度化平台控制驅動器 在大約20公分見方的DSP晶片電路板當中 負責的是命令接收以及資料回傳的工作 相關功能有平台動感模擬運算 逆向運動學機構分析 以及六軸油壓驅動伺服控制 以及SD卡資料的記錄 然後此技術是取代了傳統的史都華運動平台系統上的工業電腦以及控制箱 然後以縮小周邊的架設的成本以及體積 在虛擬實境的場景中 我們依不同的環境做模擬 例如說白天、晚上、下雨 以及101場景與一般公路的切換 達到擬針的臨場效果 在這個基礎我們再往下去做 我們就希望把這個模擬器能夠做得更逼真、更真實 所以我們就去發展環廠的投影技術 這裡面要處理的就是 多台投影機在360度的投影環境裡面 必須要同時及時跟駕駛的動作去做互動 所以在這個基礎上面 我們不但解決了網路傳輸的問題 我們也解決了多台電腦同步控制的一個技術 在這個成果上面 我們就幫台北捷運公司 建立了一個互動式的捷運駕駛模擬器 可以讓我們大眾除了乘坐捷運之外 也可以去體驗捷運駕駛的一個環境 那也把這個技術 移轉給工研院的系統與基建研究所 讓他們可以從事一個汽車駕駛模擬環場環境的開發 我們實驗室與台北捷運公司 北投會館合作的這個動態模擬駕駛系統 中的這個訊號輸入到虛擬實境當中 根據軌道的地形資訊 計算出列車的運動的狀態 同時將結果輸出在平台的動感模擬以及 逆向運動學 藉由這兩個呢 我們可以達到即時還有互動的一個效果 我們研發團隊具備完整的 虛擬實境技術能力 除一般的產學合作與技術轉移以外 這些年還協助工研院機械所 建立汽車駕駛模擬環境 作為即時互動的測試平台 環場投影技術方面 利用網路傳送車體的各種儀態資訊 並同步發送至各個投影子機 使虛擬實境達到擬針效果 使用者的視覺感官完全置身於虛擬場景 並搭配環形或球形投影環境 達到平順無縫的環場視覺效果 其關鍵技術在於模擬系統與投影系統 高速串聯且多機即時同步播放視覺的影像 那結合以往的技術基礎 我們在去年就跟納智傑公司 合作進行開發 在學校要建立一個實車的汽車駕駛模擬器 除了以前開發的技術成果之外 我們要在實車上面的操作介面 結合駕駛的互動資訊 所以我們必須要開發 電子的技術裝置 裝置的技術 然後呢 要將這個投影 投影在實際的車窗玻璃上 那我們必須要開發不規則曲面的影像修正技術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呢 利用一個實車的操作環境 來建置一個駕駛模擬器的實驗室 那這個實驗的結果呢 不但可以提供 學術界做為研究的實驗環境 也可以呢 提供給國內的廠商 作為實際車輛裝置 開發測試的一個裝置 可以達到很好的產學合作的效果 那在這個實驗裝置上面呢 目前我們已經開發了 用利用這個影像 來作為車道線辨識的一個影像來源 也可以作為呢 在駕駛環境中辨識前車 或者是車側盲點 車輛偵測的一個影像來源 同時呢 我們也利用這樣一個模擬的環境 開發了自動路邊停車的一個控制技術 可以達到夜間的標準 那以上的種種呢 是我們車輛駕駛模擬實驗室呢 利用互動虛擬的環境 結合機電整合的技術 來開發一個完整的 車輛駕駛模擬實驗裝置 來讓我們台北科技大學的實驗環境呢 更加的精進 達到很好的產學合作的效果